然後剛才我們製作完 貼圖的控制了嘛 用參數調整控制了嘛 接下來我們要做成像現在這樣子 我們要跟骨頭做綁定 綁定到控制器上 這樣我們只要調動作的時候 才能夠一起調整 我們要調整目前 我們目標 我們現在目標是要做成這樣 這樣之後我們調動作 在移動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跟著我們的動畫一起做 就才能跟著他 好 我們現在 來 要講的東西叫做Driver 這裡我們變成一個紫色 他叫Driver 他等於是他這裡 被其他東西控制 好我們來講這裡要怎麼做 好在這之前我們先來 製作我們的控制器 控制器 Edit 我這裡 這裡是目前我已經做了一組的控制器嘛 我們等一下我們再來做第二組 告訴大家我們怎麼做 告訴我我怎麼做的 好我們選到我們的骨頭 進到Edit mode 好這裡 好這裡我是複製了兩 兩 兩隻骨頭 序的第一 X 然後這裡 好 這個 它分別他們是什麼意義呢 去 這裡 Ctrl P 他們已經有全動關係了 好 好 这里我这一个 UI 我是要拿来控制我们的显示的部分 另外一个 我要拿这个控制器 我要拿来控制说 我的实际上调动作要在这里的 face control 好 我们现在来制作我们的表情的面板 这里很简单 我们就shift a 一个plan 放掉一个plan出来 好 我们这里把它rotate x 90度 我们把它摆过来 这里 我们可以利用 array array 我们要复制4个 但是我们不要是在x轴上 我们要在它是z轴上 z轴 4个 0 在Y轴 好 然后Y轴上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apply 压掉 像我们的edit mode 我们就有四个面 在这里呢 我们就利用edmode 我们上材质之后 之前只能上一个一个材质 像这里我就创建了四个材质 分别就去指定 phase 1 phase 2 phase 3 phase 4 当然这里 目前都他只会显示第一个 所以我们选到点或线面 然后我们按L 可以全选我们把它指定到 就是他吃第二个材质 然后这是要吃第四个材质 选面比较清楚 L 就是第三个材质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指定 控制显示的样式 这样我们在调动的时候就比较方便 才不用我们去背说 1是谁,1号是谁,2号是谁 好 再来控制器 控制器要怎么 这个箭头要怎么做 比较快呢 来我们一样 在Object Mode Shift A 我们创建一个Plan 我们先独立显示来看 现在AdMode Ctrl R 加一个 边上也Ctrl R 加两个 我们这里把点 删除 Vertex Vertex 这里三个点 我们按M Merge 把AdCenter 集中在一起 这样我们就按 Scale Y 就可以显示成我们的箭头的样式 然后这里我们命名后 我们就可以拿来做成我们的控制器 好 这里控制器 Post Mode 我们这里就把它选成 Display 选成我们的模型 当然这里要转90度 不然它走向不对 Edit Mode Rotation X90 Edit Mode A Rotation X90 好 这里可以 我们许多D Rotation X90 Rotation Z90 这里 3 Rotation 90度 这样我们也可以有两个轴向 这样我们在做编辑的时候 比较方便显示 Face 这里可以 选择我们的 Rotation Rotation 或者我们直接选到我们之前做的 Arrow 这样就可以 好 当我们的UIL做好后 然后这个UIL我们要绑 按一样 它跟绑定的方式一样 因为骨头上它是没办法贴贴图 所以我们这里用一个Plan去代替 这里 Post Mode 我们这里按Ctrl P Keep on 这样的话 我们再调这个骨头的时候 Object Mode Alt P Clear Parent 我们这个重新指定 Post Mode Object Ctrl P Ctrl P Bone G Edit Mode G Edit Mode 好这样的话 它就会 指定就一起 动 这样我们之后表情再摆到哪里 它都可以跟着动 好再来是我们的箭头 然后 箭头这里 预设的状况下 它是所有轴向都可以动 可是像这里的话 我们不需要它 去做一些额外的动作 所以我们可以把scale 跟rotation都锁起来 跟我们不需要的轴向锁起来 这个就看一下轴向 然后我们这里 我们的控制器 我们可以限制它的范围 我们可以限制它的范围 我们用limit distance 不是distance 删除 limit location 我们现在可以用的是Z轴 我们将它限制范围 限制到4 为什么目前限制到4呢 因为其实在刚开始我会建议大家都用整数倍来做使用 因为其实在driver它会有一些数字参数的部分 我们把这样子 因为我们照隔点 它这样就一一格两格三个四格 这样的话 我们一开始在对初学者 比较不会搞不清楚我现在设的数字是多少 所以这样我的范围设定成这样 我的控制范围就这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界面 这一个 我们把它缩小scale.5 我们来缩小scale.5 gz 放下来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我们做控制器的观察 这样的话我们就范围就限制在这个范围内 好 我们现在来做如何做绑定 我们选到这里 我先把这里的driver删掉 delit driver 我把它设定 我们刚刚不是绑在这里吗 我们把它改到绑在这里 driver 我们现在目前又是数字控制吗 我们这里数字在什么是没有差 好我们按右键 叫add driver 可以看快速键ctl D 然后这里我们第一个模式 我们把它改成average value 一般的 参数 然后模式我们改成transform channel 因为我们现在是位移的方式在控制这个东西嘛 transform channel 我们就可以选物件 选物件 然后如果你不小心跳掉的话 我们再按右键edit driver 就可以继续编辑 我们选到我们armature 他会问说我们要哪根骨头 我们face control 001 然后我们现在只用Z轴去控制 add driver 我们只允许他的Z轴 用Z轴控制 好像这样的话 绑定就完成了 我们进到post mode g 我们就可以来调整我们的表情 好 再来进一步我们来说明 好 这里的话我就把 我们这里不需要的骨头删 删掉 这样比较好说做说明 像ed mode 把这骨头删掉 ed mode ed mode option mode 这个 这个也不需要 好这就是我们的控制器 好 ed mode 这是我们的控制器 好 一般来讲我们的控制器 我们在做表演的时候 可能动机都很近嘛 那这个控制器这么大在旁边 其实是不方便使用的 所以其实实际上 我们的控制器可以把它做得更小 可是像刚才说 我会说大家先使用 基本参数来控制 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控制 他的实际range 就是这么大 好 我们现在可以来做他对他影响做变小一点 因为现在他是位移 你看 位移 位移 一以内 都都算是这个 好 我们现在针对我们的 控制器 我们再做一些 调整 option mode 贴图 好 我们进到里面来 我们希望这个参数 我们现在有外面这个数字 去参数在控制的时候 1234 可是我还是希望我用输入1234的方式 来控制里面 可是我不需要他这里位移那么多 所以我们这里再加一个 节点 math的节点 shift a vector converter math 这里 我把它改成multiply 是一个乘数 我希望他只要移动0.5的量 1乘以0.5的量 就可以控制这里 所以我们来先看看外面这里 他现在是怎么样 好 osmo g 你看我这里面反而是移到2的时候 他才中 他等于是我们控制器的范围变大了 所以其实我们这里面的 这里的控制 我们要把它改小 我只要 我要移动2倍 我要缩小2倍 等于是我这里 我输入1 这里实际上输入是2 等于是这个 箭头的变敏感 它 只要动一点点 它就可以启动它的作用 所以它等于这个大小变一半了 g 我上升一半 0.5的时候它就是1的效果 这样我控制器就可以变小 所以我这里 控制器就可以改成2 g 我这个2就可以控制到所有的表情 所以我们这里的界面显示 你就可以再说得更小 0.5 0.5 好 这样的话我们在 控制器 any mode 我们 控制器的像我们这里就可以 放到 比较我们合适的大小来做使用 mode 跟这一个 g z x posed mode 这样的话我们就这个界面就不会这么占我们的空间了 控制器就不会这么占空间 就可以来调整我们的动作 脸部的表情